You must be the best of the best 这句就是正金句 You must be the best of best 否则你的传头竞争有什么优势 我的医生我都是这样说 你做什么最重要是你 become the best of the best 一定是要做到最好里面的最好 就算做那样东西是很少 但你那小小的东西都是要 the best of the best 港大微生物学系广座教授袁国勇 接受信报专访时多次提到 无论是香港或是现在的年轻人 都要追求却越 成为最好中的最好 袁国勇说 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汇聚东西方文化 这个也是过去香港得以成功的最重要元素 不过去概叹香港在过去几年 无论是政制、经济、基建、社会和教育等等 都不是追求却越和最好 加上大家没有共识 令到香港陷入困难 但他认为只要香港再次追求却越 就能够解决目前的困局 就是由北京开始一路到香港政府 一路去到华视的人、社会研达 一路去到普通市民 大家都要有这个共识 如果大家都没有这个共识 香港会停在那里 不移动了 袁国勇的中学时代在黄仁书院度过 除了读书之外 大部分时间都投身在天文学会身上 自行研制天文望远镜等等的经验 对他现在的研究也都带来很大的帮助 说到时下的年轻人 袁国勇勉励他们不要看小自己的能力 他说当年他们也都被上一辈认为一代不如一代 这个都是因为大家所经历的事情不同 袁国勇认为现在的年轻人 有他们独特的优势 只要他们能够严守原则 香港是不需要害怕 第一我们有个道德 就是我们有没有那个道德的勇气 我们有没有贪污 我们有没有只是顾自己 不顾其他人 我们会不会为了我们个人的私欲 去出卖我们的理想和道德 如果我们在这里守住 我们已经很好了 第二样东西就是 我们可能你们今天不是那么刻苦耐劳 但你们是不是更加比我们上一代更有效率呢 你们是不是比我们上一代更有创意 更有创意呢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第三样东西就是 虽然你们没有我们那么刻苦耐劳 但你们会不会比我们上一代更加adaptive 更加的适应能力强呢 更加容易和人communicate 所以如果这三方面 我们下一代做得到 我们是不是害怕呢 现年59岁的袁国勇教授暂未延退 但至少看弱 加上现在每日的工作繁重 近年也开始学习太极来舒缓工作压力 他也说他们的研究团队会继续努力在流感 冠状病毒等等微生物研究上 务求做到 the best of the best 请不吝点赞 打赏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